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一樣是一定是加一個DIV 然後這個DIV本身原來是沒有任何的大小跟它的邊框的顏色 所以我必須要針對這個大小跟邊框去設定什麼?它的CSS CSSS的話就是在這個CSS的樣式裡面會有1、2、3、4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它會跳出方框 方框就是它的大小,邊框就是它的顏色 除了這個地方去修改之外 你們可以看到上方這邊也會有一個區段 這個區段最上面的,因為我們是僅此文件 這個區段的CSSS樣式對應的就是這個地方 CSSS樣式底下的這個,兩邊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改了這邊的話,這邊也會跟著修改 改這邊的話,這邊也會修改 那一般當然,如果你是比較屬於是工程師的話 通常是會看左邊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不是工程師,你是設計師的話 你會看右邊的 不過最好是兩邊都看得懂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 剛剛有同學會問說怎麼去改 這個其實看你習慣哪一個 不過我當然是比較建議 就是慢慢的你可以進化成看懂左邊的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104人力銀行裡面在找設計師的時候 就會先問說你懂不懂什麼叫CSS 但是你這個CSS樣式 它意思是說你最好可以看得懂左邊的東西 OK,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所謂的樣式表檔 那我們可以針對這個DIV給它一個樣式 那最後的話呢,再貼上什麼 再貼上下方這邊的一個那個 Google地圖的引用 這個是Google地圖引用 那這一段是Google地圖的這個相關的DIV 然後它的經緯度,還有就是它的縮放 修改之後的話一個,兩個,三個 特別是它都是一段一段的,貼上四個 那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練習了 那最後完成之後的話,請你再把它存檔 確定一下它的檔名是不是index.html OK,好了之後的話呢,我們就完成這個練習 那記得就是說,你可以再把這個按右鍵 7VIP好了,或者是你用一個GISO軟體把它加到壓縮檔 記得用VIP的,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怎麼樣,切到那個雲端上面 應該還記得這個東西吧 叫做build.phonegap.com 這前面我們練習蠻多的 你就到這個網站裡面怎麼樣呢 把它重新傳過 那傳的方式的話,如果你有救的話 記得把它刪掉,刪的方式點它一下 然後這邊有個settings 你可以怎麼樣呢? 最下面有個delete 把它刪掉 這個前面有做過啦 那刪掉之後的話呢 現在是空的,把它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之後的話呢 再upload一下 upload你剛剛壓縮那個檔 壓縮的檔在這裡 不是這個,再往下找 它有一個壓縮檔 一定是一個拉鍊的 有沒有一個拉鍊的形狀 按開啟 然後把它upload 那這個時候的話,特別注意 一樣嘛 這個 這邊修改一下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做 跟這個 叫一樣的名稱 叫做googlemap106 把這個名稱稍微改一下 那它會問你說你的敘述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許就一樣的名稱好了 或者你打一下 我印象中這個好像打中 我沒關係 這個地方 那最後的話 Ready Ready to build 就是把它真的建置成一個 APK檔 那特別注意 它的iOS有沒有 一定都是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說你要在那個 Apple的手機 iPhone或iPad上面 可以運作的話 你必須要跟那個 Apple公司 申請一個開發者帳號 那這個帳號的話呢 一年需要99塊美金 而且每一年都要99塊美金 那你在把這個 你的開發者帳號 設置之後的話 它也可以幫你產生 在Apple 就是那個iPhone或iPad上面 可以運行的 那個App 不過因為現在沒有 所以它就沒有 其他兩個OK 拿兩個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Android 就是我們的Google手機 一般大概用這個 然後這個是一個微軟的 這個應該比較少人用 這個可以略過我看 OK 那最後的話呢 這邊一個QR Code 一樣把它Scan一下 那將來你們腳交的話 就是腳交 應該記得吧 這邊這個小綠 不是綠的 藍的 小藍人 小藍色的機器人 把它下載 它會下載出一個什麼 APK 有沒有 就是這個東西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 APK怎麼樣 用Mail的方式寄給自己 也可以安裝 或者是說寄給別人 別人也可以安裝 那這個也是一個APK檔 將來 你們要腳交就腳交這個 我想這個應該前面都講過了 OK 那剩下的時間 我想各位再把這個部分 先做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